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不由纳闷 川普为什么还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会通话 川普上任后基本上在关注国内事务和国家安全 分析人士说 他的美国优先誓言 意味着他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 而不是一个他指责盗走了美国就业机会的国家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发出的要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的誓言 不仅与中国的利益有冲突 而且川普政府在北京视为核心利益的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言论 以及他当选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的决定 都让中国感到不安 新加坡拉扰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胡一山说 从川普的角度看 他必须要理顺各种政策 而且这些政策之间有时会存在矛盾 然后他才能跟习近平主席进行调理清晰的谈话 仍是关注目标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翁明贤认为 迟迟没有通话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在川普的雷达屏幕上 翁明贤说 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并不是只有一个问题 美中关系领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中国货币、贸易赤字、网络安全和其他问题 他说在应对跟中国相关的某一问题时 总会连带出其他许多复杂的问题 相较之下 翁明贤说 在川普已经着手处理的许多问题中 很多都是美国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 比如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韩国和日本 以及川普最近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 比如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韩国和日本 以及川普最近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墨西哥总统 聂托等领导人的通话 胡一山说 中国是另一个超级大国 我觉得即使是川普 他在进行这类交谈时也需要做一些预备 我认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在不远的将来见面 不管是双边峰会还是国际会议的间隙 不过 翁明贤认为 川普现在试图不去聚焦中国政策问题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今年习近平也在关注国内问题 中国今年将召开五年一次的共产党代表大会 重组领导层 预计习近平将在十九大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隐含讯息 翁明贤说 对于那些更为棘手的问题 川普可能会等一等 最多可能等上半年 然后再试图解决美中之间更重大的问题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美中首脑迟迟没有通话 这是川普的隐含讯息或手段 他们还说 这凸显新政府可能会彻底重组两国的互动渠道和机制 北京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石英宏说 跟川普与其他领导人打交道时一样 他似乎是想显示自己的强悍 川普不给习近平打电话 似乎是川普总统有意为之 是想显得他会更强硬 川普竞选期间 在经济金融和安全领域都批评过中国 元首通话可能有助于扫清疑云 石英宏说 一次电话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的具体问题 但通话需要两位元首之间相互说一些好话 或者表达良好的意愿 不幸的是 这种通话仍然没有发生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所做的报道 请您在YouTube、脸书、推特、订阅或加注明镜 随时收看、收听来自明镜电视、明镜广播、明镜时报的第一首报道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